接下來介紹的這個也是一個酷東西 機械熊 正版授權的這樣一個 一半是機器人 然後一半是那個 Cubric Bear的那個 機械熊 但雖然它號稱正版授權 但是呢 這整個盒子上 你都看不到Hasbro的商標 也看不到Cubric Bear的商標 所以 我在想啊 它所謂的正版授權應該就是 這邊這個 應該就是指 它有取得這個 設計出積木這樣子的 拼法的這個設計師的授權 然後呢 想必它是沒有取得 孩子寶的授權 也沒有取得積木熊的授權的 那盒子就是長這樣 裡面會是兩大盒的積木 裡面會是這樣子兩大盒的積木 就還有模仿樂高那種 就是兩盒還可以拼成一個 完整的圖案的設計 總之就是非常大盒 然後你要說它模仿樂高的設計 但它這邊兩盒 這個 裁切又沒有裁切好 就 又拼不上 這個 凸點的零件是 重複了嘛 就兩盒實在是 拼不成一個完整的圖案的 就有點掉膝啊 這顆頭 就是這種 一半是柯博文 然後一半是機械零件 那整個又是 積木熊的造型 這個 真的是很讓人喜歡 然後 它的嘴巴是可以上下動的 這邊它有特地做一點點的 可以上下開合的關節 頭也可以左右轉動 而且它是 積木的那種 一格一格的卡點關節 就可以轉它的頭來看一下 它每一面的細節 柯博文標誌性的耳朵跟頭腳的造型 都是有做出來的 那每一面它都是細節滿滿 就組這一隻最有趣的過程 就是說它 整個上下左右前後六個面 每個面它都有 想辦法做凸點 然後去拼造型出來 所以 看它怎麼利用積木零件去 讓它每個面都有的拼湊這些細節 是整個是很有趣的一個過程 就是它這個拼法真的是 真的是很神奇 很有趣 然後來看身體的細節 身體也是細節滿滿 裡面的這些齒輪造型啊 都是可以轉動的 然後手也是可以 手也是可以 往側邊抬起來 也是可以前後轉動 然後這邊就是樂高的那種 一格一格的關節 而且它出乎意料是撐得住的 竟然沒有什麼問題 意外意外 這邊是柯博文的手臂煙囪造型 手肘這邊它也有特地做一節可以 活動的關節 只是 它就很明顯撐不起這把槍的重量 然後它的腰也可以轉動 所以一樣我們可以利用它的腰的轉動 來看一下它身體每個面的細節 這邊這個熊的那個肚子 肥肥的肚子也有做出來 我覺得這很棒 然後這邊這些齒輪啊 機械細節 然後它都 這些金色跟銀色的零件 就是它都是有上漆的 只是像銀色的零件這邊 就會看到它 塑膠收縮的狀況 然後像金色零件這邊 這個 剪零件的塑料口 就也都很明顯 就是它 積木的精度 就不是很高精度的那種積木 所以在這些 剪裁的地方 然後像這種塑膠搜索的地方 就會特別明顯 算是這一隻比較大的缺點吧 就雖然 乍看之下很帥氣 這些細節排布也都很漂亮 這邊還有做出類似噴射口的 可以活動的這種 小機關 可是它的零件就經不起細看 你近距離細看它的零件就會 顯得它質感比較差 算是很可惜的一點 然後它像這種紅色的基木跟藍色的基木 它都不是單純的紅色跟藍色 它都是有金屬光澤的這種金屬藍或金屬紅的感覺 算是 就是質感是很棒的 可是其他金色銀色就真的質感比較差 好 在它的腿也是可以前後折的 它是利用一個大球型關節去連接 然後腿可以前後折的 然後我這一隻就是 在組裝上有少零件 所以少零件呢 就導致它 呃 這邊會很明顯的 有一個大縫 這裡空了一個洞 就是我有少一片零件 再來就是我的 少了一片零件的狀況 就會讓它 呃 左腿這裡 它的 腿上面這個弧線跟寬部這裡 會有一個算是比較大的縫 也是因為它這個大縫 所以反而讓它 腿前後洞 會有比較大的空間可以活動 但我另一邊 它的右腿沒有少零件的情況下 它 這裡這個弧線就會跟它的寬部這裡 相對來講比較貼合 所以 它的右腿反而 雖然是一模一樣的構造 可是 就 根本動不了 我覺得這不曉得算不算是因禍得福耶 所以 只要把這邊球關拆開 喔 然後這隻有夠重 因為它用了一堆積木零件 就是只要把它 從這裡拆掉 這個 呃 這兩塊再拼回去 好 我的左腿啊 就是少了這一片白色的大塊的四乘四的零件 所以如果說 右腿也把這一塊拆掉 直接放旁邊 這裡 這裡 再拼回來 喔 等於讓它整個少了一層積木的高度 再把它接回身體 這樣子 這個縫就變得比較寬 比較大 那它就會有一些空間讓它腿可以前後動 好只不過多這一點點空間可以前後動 其實也是不能幹嘛啦 它比較可以擺出一些 走路中的造型嗎 呵 其實以這麼大隻的熊來講 可以 可以動這一點 它也真的是不能幹嘛 就是 可能玩起來比較爽吧 好 喔 整個它身體還會前後 喔喔喔喔喔喔喔 好 會讓它結構 算是比較不穩定 它就比較有機會會自動往前倒 喔 所以還是不建議做這個 不建議做這個改造 還是把這一層接回去吧 這一隻本身 就真的遠看它還是很帥的 整個精緻度很夠 然後它又真的有把柯博文的 整個造型的特徵都有抓到 喔整個真的是 很帥很帥 而且它又很巧妙的把機械做在 機械的部分做在左半邊 所以 剛好就是柯博文的 G1科博文的博派標誌是在它的左肩 所以它又 可以巧妙的迴避掉它沒有做博派標誌這件事 喔 就真的是很有趣 然後整個是很帥氣 很 很適合擺在家裡 當一個正宅的神物吧 好 那就是這樣子 喔 相當有趣 組裝的過程也很有樂趣 但因為畢竟它還 花了蠻多零件 所以組裝也是要花一點時間的 以我來講就是 每一大包都要大概花一個小時 所以這整隻大概就是花了七個小時左右 然後這隻有一個問題是它 每一包它零件都是給的剛剛好 它不會像其他的積木場 或者是正版樂高一樣 多少給你一些 就是小零件它都多給你一些備用的 以免你弄丟 都沒有 它都是給你給的剛剛好 像我甚至還少兩片零件 所以 要買這一組的可能要找新的過的賣家去買 才會比較有保障 算是 比較麻煩的一個點 竟然任何零件都沒多給 每一片都給你給的剛剛好 怎麼會這樣子啊 多少給點備用的不過分吧 好啦 那就介紹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